Hello大家好,我是张一兴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reaction 大家也看到了,我面前一把刀 好刀 然后在我面前还有一个 这是一个纸盒 这个纸盒是什么呢? 没有错 因为我在很多网站上面 看到很多up主 去up一些 就上传一些自己专辑的拆包的reaction的视频 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录一个 那当然我相信我应该是 这张实体专辑最先拿到的这个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莲花是不是很酷 就是传达这种年轻的有态度 又有中国水墨化 其实和莲这样的专辑想要表达和融合的那种概念 非常的契合 也是我想要表达的这个双生 这个莲生双面佛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它是有一种传承感在里面 代表的是前世今生 也代表着莲花的一体两面 还有一种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 最单纯却又神秘的质感 那我也看到呢 有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已经把 我在这个概念汉包里面的这个颜色去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会发现有青红皂白四种颜色 我的这个贝壳真的是厉害了啊 真的是没有你们想不到啊 没有你们想不到 那我现在就开始来开包了啊 那首先这个我觉得装的还是挺好的啊 那首先这个我觉得装的还是挺好的啊 来来来来 哎呦 没有滑到装机关键 记得曾几何时在小时候买唱片的时候 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拆这个盒子 可以啊 那这样子吧 还可以吧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打开以后 其实是一幅画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它打开的时候其实是一幅画 非常棒 那里面是什么样子呢 你看 321 哇哦 哦 这个是什么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这个是什么 拿刷给大家看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是什么 只要你看过年的MV啊 大家应该会对这个供电跟龙啊 还蛮熟悉的 因为这个MV啊 它是穿越了一共是2222年 项羽跟龙的对视 然后呢 前世今生过去了以后呢 整个这个壮志不改啊 莲花依旧 我也希望把这千年的坚持和 呃 腾龙在天的这种仰望啊 都留在这张专辑里面 这个画面的这个中心 可大家也看到啊 我们的这个大圆 说我们这四张专辑画了个大圆 大圆就在这里了 燃色体娱乐集团的logo在这里哦 这个logo其实也是龙跟燃色体的这个 螺旋式的这种结合的这个变体啊 里面隐藏着就是 我未来下一个事业版图的 四个部分的四颗灵珠啊 龙代表了这种信仰啊 传承 哎大家肯定就知道 哎怎么就是一个这样的盒子呢 这盒子到底是什么呢 哎 其实这里面有机关的哦 来大家看 推出去以后 大家看到吗 准备 3 2 1 哇哦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是光山哦 啊 这个东西呢 大家别小看这薄薄一张纸啊 这里面是由11层的图片 压到一起而制成的 那希望大家在看这个图的时候呢 达到一点点3D的观感啊 也希望大家无论是从歌曲还是实体专辑的呈现上面 都能够感知到这里面的故事概念和心意啊 那么 它的反过来是什么呢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2 1 没有错 这就是指印 大家可以看到啊 整体的这些折痕跟粘贴呢 他们是纯手工的要工人自己啊 这些老师们工人老师们他们要折31次啊 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立体的3D的供电呈现在大家面前啊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 那这里呢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 准备了一个写真 这一幅画呢 是我要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位 新水墨新水墨画家章鱼所作 他是把一朵莲花的花瓣画成了一个我的样子 这个还蛮有心意的啊 在里面庆出了我的样子 用这种水墨的形式 他把它称为叫做新水墨画作 我觉得蛮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这里面有我的那朵概念莲花两半 然后他也会通过不同的调色的情况下 他会成为不一样的颜色啊 刚刚已经讲过 那这里面有一些我的这个 在拍摄这个 连专辑的这个MV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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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注意了啊 producer 类 张艺兴 你看 打斗的时候 打斗的时候 嗯 看到没 妈 看到没 废 废妈 废 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写真 不错不错 然后这里面有这个歌曲的顺序啊 那么大概就是这些了啊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而这张专辑的完成呢 其实也是我从2016年开始啊 就开始想用专辑来画一个圆 这个圆可以理解为是第一个音乐板块 或者版图的一个里程碑 或者是成绩单 想用四张专辑的创作呢 制作 包括发行过程呢 去做一个关于自己音乐风格和市场 反馈的探索 在发布第一张自己个人专辑 Rose Control的时候呢 已经想好做一个关于爷的概念 这个爷指的是音乐上的爷 也是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 音乐世界的主宰 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 去创作跟发扬或倾听或选择 当时也把私生兽的概念埋在了线索里面 那玄武的黑 所以第一张专辑是Rose Control 以黑色为底 那朱雀是红 所以呢 Shin也就是红色的 那能不能是青龙的代表绿色 那这个现在在拿到这张专辑的脸呢 则是圆的最后一笔 也是四生兽的最后一个 它的底色就是白虎白色 这样的四张专辑 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了 四张专辑拼到一起 就形成一个圆满的字 第一个圆 第一个爷 第一个版图 在这里也可以算是交上了一份 自己在这几年做的事情的一个 一部分成绩单了吧 这次专辑限量是78888份 是因为希望这一路和大家走过来的 这一个纪念和感谢 实际是不希望大家为此花太多的 去出销量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也很感谢一路走来 贝克们一直在支持我 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的音乐梦想 一直信任并陪伴我走 算不容易的一路吧 连代表着第一块事业版图的完成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开启下一个 九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如果说之前是在给自己定下的计划 在这个圆里面一步一步去完成的话 第二阶段的事业 希望是走出这个圆 广阔的未知世界里面去尝试 去勇敢冒行 我永远不会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 也希望下一次 下一个事业版图和大家继续 一起创造 一起经历 一起完成 那该多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启我们下一个最后的环节 拼圆 我们来了 第一张专辑 Lose Control 放下来 第二张专辑 去 放过来 第三张专辑 Namanana 放过来 第四张专辑 0 1 2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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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mplish these four albums 非常圓满 开心 希望你们也喜欢这样的一张 看似像拼图 但却又不是拼图 看似像故事 它又不像是故事 画的一个这么大的圆 未来可期 陪着我 继续画圆 咻咻咻咻咻咻